2018年燕尼亚加达亚运会将在下个月召开,中国女孩作为夺冠的最大热门她们的参赛人员名单,在很早就受到了外界的高度关注。 就在今日排协终于在其官网中公布了参加亚运会的四位球员的人名单,其中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复工居然仅带了三人,接应是全部出战,带上了里约奥运上的几大主力。 郎平详细名单如下,朱婷,丁霞,张长明,龚祥宇,严妮,刘晓彤,丽颖,林立,胡宁愿,姚林语,袁新月,王孟杰,杨芳旭,曾春类共十四人参赛。 从明白来看,郎平所带来的阵容是主公朱婷,丽颖宁,刘晓彤,副工并然是严妮,袁新月和胡明月,在这个位置郎平少带了一个人,看来袁新月同严妮两位奥运冠军就能满足她在这个位置的要求。 另一位复工高义没有入室失去了参加压院会的资格,郎平而接应郎平则拿出了龚祥宇,曾春类,杨芳旭的阵容出战。 从这阵容来看,郎平在接应中已经倾巢出动,曾春类和龚祥宇都是实力出众经验丰富的大将,对于一直出现问题的接应上,郎平和魏下了一般不小的功夫,二船则派出了丁霞凋零与两大主力出战, 尤其是丁霞,一直是郎平主要培养的第一二船。 从这方面来说,简会比我们小的还要稳定,而姚迪却落选了本次亚运会。 很有趣的是郎平一到大赛就放弃姚迪,因为大局意识差,所以在大赛中,他总是第一个被放弃的那个,我们很难在大赛中看到他的身影。 而自由人毫无疑问,是王孟杰和林丽二人,之前的李约奥运会林丽,曾经有过出色表现,让他去出战亚运会,无疑郎平十分放心。 这样的话中国女排即使已经派出了全部主力阵容出战亚运会,可以说是对冠军奖杯,拿出了一种是赛列德的气势。 这也是郎平想要达到的效果,虽然郎平派出了最强阵容出战亚运会,但名单输入后,还是受到了一些球迷的质疑。 许多球迷对杨方许能够进入名单之中而感到疑惑,因为他在之前的一些比赛中表现很差,可以说是所谓的二流球员。 而且因为伤病问题,他只能打一些到位球,绝对不可能去全力救球,这样的话杨方许去恐怕就是打酱油的。 还有网友说,他就是去领工资的,开几下球跟着团队夺个冠军就可以了。 但不管怎么说,既然郎平选择带杨方许去亚运会肯定有他的原因,我们能做的只能是相信郎平,期望杨方许能够在比赛中有精彩的发挥。 打破所谓的姜油言论。